虽没完全弄明白,可吴渊并非真是十四岁的少年,稍一推想就明白。 高宇,看中了自己天赋,特意点名要自己将来加入才公布,应该是横云宗舞殿的彼此竞争。 邀请,吴渊暗道,看似自己有选择,实际上有选择吗? 没有选择,答应才是最好的选择,一旦拒绝,不但立刻得罪高宇,还心烟态度恐怕都会变,即使不对付自己,也会引来诸多麻烦。 况且,这才宫殿,有钱有权,为何不答应?因此,没有任何犹豫。 高前辈,还师,吴渊一脸认真,我相信宗门,也信还师,我愿在进入宗门后加入才公殿,既选择答应,那就尽可能留给好印象,才有希望捞到更多好处。 很好,高宇露出笑容,吴渊,相信我,你将来绝不会后悔这次的决定。 还心烟脸上,笑容也更灿烂。他和吴渊其实不算太熟悉,其实就比正常的师生关系好些。 可吴渊作为他的第一个弟子,有特殊意义,如今展露天赋,将来能入宗门才宫殿,他乐见其成。 你现在的身体素质,战斗技艺都在迅速进步,这是靠开窍,可开窍很快会结束。 高宇道,不过,即使结束,依旧会永久性提升你的潜力。 进入云武殿,有云武殿资源,我才宫殿也会额外给予你资源,会比你现在的进步速度快上数倍。 辅助身体修炼的天才地宝,顶级的修炼功法,辅助修炼场地。 只要你努力,二十岁,你就有望成一流高手。 高宇郑重道,真的,吴渊一脸激动,心中却颇为无感,画饼,果然是每位领导都擅长的。 不会画饼的领导,不是好领导。 当然,吴渊也明白,这高宇即使有些地方有夸张,应该也不会太离谱。 既决定走出离城,恒云宗也有天才地宝,就去瞧瞧吧。 吴渊暗道,或许,恒云宗比不上那些最顶尖势力,可我想得到那些势力的信任,同样要难得多。 什么修炼秘籍,辅助修炼场地,吴渊都没太在意。 唯有天才地宝,让他重义。 对吴渊来说,眼下最重要的是提升身体素质。 战斗技艺,等按部就班恢复到前世水准,再要突破提升,不是寻常秘籍或辅助修炼场地能帮到的。 恒云宗妹,有顶尖高手,甚至可能有地榜宗师。 吴渊也有一丝期待,到时也能见识下这方世界真正的舞蹈强者。 就像前世,吴渊多次参加人类联邦舞蹈大赛,还曾单独和众多舞蹈宗师约战。 骨子里,吴渊很渴望同高手过招,和强者交战。 当然,环境不同,前世交战比武没有生命危险。 这一世,没足够把握,没足够利益,吴渊也不会贸然去挑战那些舞蹈巅峰强者。 前辈,云舞殿招收弟子,要到明年吧。 吴渊问道,哈哈,那是对寻常舞者,可真正的天才,不必拘泥规矩。 高宇笑道,我会尽快向宗门禀报,走我才宫殿的特招渠道。 不过,弟子入宗,要在教导殿走一遍公文,加上从离城到宗门数千里远,前后至少也要一个月时间。 至多两个月,到时会有特使直接来接你前往云舞殿。 高宇道,一到两个月,吴渊暗道,好嘛。 不过,考虑到这方世界落后的交通方式,加上这样的特招,也的确要走流程。 不算太慢。 前辈,我还需要做什么? 吴渊很识趣地问道,最重要的是保密。 高宇郑重道,除非你抵达宗门总部,有宗门重重保护,自然安全无余。 否则,在此之前别泄露天赋实力,以防被刺杀或掳走。 刺杀?吴渊似乎很吃惊。 对。 高宇感慨道,天下百宗,诸国争锋不断,我横云宗的敌人不少,眼下最大的敌人便是大晋帝国。 他们欲要一统中原七州,案子遍布天下各地,抓不尽,杀不光。 寻常舞者,那些案子没兴趣,可你的天赋一旦暴露,绝对会引起各方注意。 道时,很容易引来大晋帝国的刺杀。 其他一些势力,或许不会杀你,但一些黑暗势力,比如七星楼,九沙府,都有可能将你掳走,让你为他们所用。 高宇道,吴渊威威点头。 人类联邦大统一前,蓝星诸国纷争,那时,大国间也会刺杀对方的顶尖科学家。 道理是一样的,中土世界,五道为尊,为成长起来的五道天才,自然受重视。 至于七星楼,九沙府,吴渊略有耳闻,那时连普通人都知晓的黑暗势力,传承久远。 和这些黑暗势力相比,猎虎帮,只是个厨。 其次,可别骄傲,静云五殿的这两个月,依旧要抓紧时间修炼,你现在属于最适合修炼的年纪,别耽误。 高宇主托道,竭尽全力,方有希望二十岁前成一流高手。 谢前辈提醒,吴渊连道。 最后,你答应将来入财宫殿,财宫殿不会辜负你,在你入宗前,会为你准备一份见面礼。 高宇道,不过,今天太急切,我也没做准备。 五天 五天后,你再来吴渊见我,会有一份专门礼物赠予你,相信会对你有帮助。 高宇微笑看着吴渊。 礼物 吴渊眼前一亮,似乎很期待。 吴渊心中却在猜测,高宇和他背后的财宫殿,能给自己准备什么样的礼物。 好,先回去吧。 高宇道,今天后,你有五十十里的消息,恐怕会很快传开,也勉强达到特招的资格。 特招这件事,不必隐瞒家里,也回去同家里商量一二。 高宇道,吴渊点点头。 行了一礼,吴渊离开了五道大殿。 测试室内,仅有高宇和环心烟。 世兄,真这么快决定? 环心烟忍不住道,不同宗门通气。 世尊和店主若知晓,答应的速度,恐怕比我还快。 高宇微微摇头,师妹,你还年轻,根本不懂开窍上丹田宫意味着什么。 消息一旦传开,其他四店都会来封桥。 先下手围墙。 高宇笑道,环心烟错愕,微微皱眉道。 按师兄你所言,打开上丹田宫无法具体检测,不怕判断出错。 弄错。 高宇愣神了一,环心笑道,的确有弄错的可能。 不过,若吴渊未曾打开上丹田宫,便短短数月就初步掌控立即二重。 只能证明他在战斗技艺方面的天赋,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,更该特招他。 无论哪种情况,他都有宗师潜力。 高宇轻声道,宗师潜力。 环心烟几乎不敢相信的耳朵。 恒山一战,我恒云宗伤亡惨重,下恒氏书战死,仅剩两位老祖宗支撑,他们都年近百岁。 还能为宗门撑多久。 高宇缓缓道,招无冤,不只为我才宫殿,更为宗门。 我这一生,能成顶尖高手便是极限。 宗师,不敢想。 可无论是许辉还是无冤,都有宗师潜力。 高宇郑重道,只要有一线希望,我们就不能放弃。 我明白了,一切为宗门。 环心燕微微点头。 他们自幼生长于宗门,归属感极强。 无冤的背景如何? 高宇问道,土生土长的黎城人,他的家族也是南梦本地家族,传承过百年,家族中多有入宗门者。 环心燕连道,他的父亲曾为南梦军成员,死于恒山之战。 一早就调查好了,准备可够充分的。 高宇微笑看向自己师妹。 这背景很干净,比之许辉更值得信任,等监察店再详细调查一遍,就没问题了。 高宇道,环心燕点点头。 无冤的背景和自幼经历,任宗门哪位高层来看,都会满意,值得全力培养。 师兄,你的礼物要准备什么? 环心燕问道,我心中有数。 高宇笑道,店主正在南梦城巡视,我去一趟,向店主禀报,由店主定夺。 去南梦府城,这可有一千多里。 环心燕错愕,所以我让无冤等五天。 高宇笑道,我孤身前去,再赶回来,五天,足够我赶一个来回。 环心燕点头,他真切感受到师兄对无冤的重视。 也不知,高宇准备的礼物会是什么? 无冤行走在热闹的街巷。 静横云踪,似乎比我预想的更顺利。 如此快就有了眉目,展露天赋,果然很重要。 不过,要等一到两个月时间。 无冤暗道,也好,玉瓶中的灵液,勉强还够我修炼一个月。 无冤的身体素质已达当前极限, 接下来以养为主,按部就班修炼,所需的灵液没那么夸张。 特招入云舞殿这件事,要告诉母亲,也该告诉族长。 无冤想到这,又想起另外的事。 还有,养在别院那时投猪,家族这边应该也接受到了。 灭虎帮覆灭的风声见过。 对于那几头吃了灵液的大猪,无冤不愿浪费, 他没出面,迎钱开路,暗中安排牙人直接送到无视家族。 算算时间,该送到了。 郡宗舞院深处,一座装饰颇奢华的电厅内。 希望那无冤和吴启明愿意和解。 院长张达对着镜子整理妆容。 徐守义当真是坑苦我。 张达抓起桌上的一叠银票,心中一阵肉疼。 可他明白自己没别的选择。 在观望一段时间,要付出代价就不止这么多了。 现在和解是他最好的选择。